关羽为什么总是一身绿袍 头戴绿帽呢 而又为何被后人称为武圣 武才圣呢 这要从关羽的身世说起 关羽出身卑微 家境贫寒 早年因范事逃往幽州捉军 要知道古代社会等级森严 不同的身份 折装颜色也不同 比如说皇上是九五之尊 他的衣服基本上都是黄色的 朝堂上比较高级的官员 都是穿紫色的衣服 地位次一点的官员 都是穿红色的衣服 出身卑微 地位低下的人 多穿青色或绿色的衣服 所以关羽一身绿袍 一顶绿帽就不足为奇了 哪怕后来成为一方名将 关羽也没有像赵云那样 一身白袍银甲 而还是选择一身绿袍 足以证明关羽为人低调 跟随落魄的刘备 拒绝曹操的诱火 千里走单旗 都表现出了关羽的忠意 展颜良 朱文丑 过五官 展六将 表现了关羽的勇猛 面对老将皇忠 马是前提 关羽选择不杀 这表现出了他内心的善良 在真实的历史上 关羽一直是一个 不显山不漏水的人物 但在关羽死后 却被后人一步一步 推上神坛 儒家和道家的思想 自然功不可没 关羽的忠意 得到了后人的认可 忠意正好也符合了 统治阶级的需求 宋朝以后 皇帝们就开始追封关羽 明神宗正是以圣字封 成为了与文圣孔子齐名的 五圣